好 各位同工 大家好 我是阿sir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如何利用Georgia 將索科的Distributive Law 變成一個視角化的工具 例如這個是1乘x-3 x-35乘2 根據Distributive Law 這個是2x-6 然後推 乘3乘4乘5 即是將它視角化 其實這個idea來自李威瑟老師的譚sir 這樣我就將它變成一個Georgia 互動的工具 如果我分成-1又怎樣 -1乘x-3 x變成-x -3 變成-3 於是推了 -2乘x-3 變成-2x-6 -2乘-3 這個就會變成-6 有些位置留給老師做解說的 工具就是希望帶出一個visualize的效果 好 我們一齊看看如何做 我們先看看這個構造 這裡有個slider 後面這裡有個slider 叫做factor 你從-5到正 應該會影響這裡有兩個textbox 因為它是3的時候 就會配戴3倍 裡面的x-3 這個另一個factor 基本上是不會動的 x是正數 所以這些磚 藍色的磚 就是代表x的blocks 紅色的-3 就在下面 這些blocks 基本上是bitmap 基本上是圖片的方便 就是容易組裝外型 如果Georgia裡面的textbox 就沒有做得那麼漂亮的 所以我用回abitmap就搞定 這條橫的線 就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純粹一條橫線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做的了 其實關鍵就是 怎樣把slider 這個factor value 反映在這裡 這個textbox 還有顯示幾多塊磚的條件 好 我們看你怎樣做 好 首先我們登入了Georgebar Georgebar.org 開一個新的 Dramatry 我們這裡處理幾個殼 按左邊mower 這裡我們先畫一條線 我們先畫一條線 但右邊我們也是 盡量先開著graph paper 方便我們對一對位 我們不需要XYX的了 好 我們先畫一條線 好 那些label 我們都可能不需要 這些 還有可以fix了一條線 因為我們基本上 都不會動的 對 fix object fix object 好 接著我們放一個slider 這個是measure的menu上面 但這裡沒有 因為呢 有一個more advanced 那個 功能的欄才能找到 這樣就 slider 試一下 接著 在右邊 click click 它就會彈出這個menu 假設我們這個slider 的 value 設定它做factor 最小 最大正 incrept 設定1 ok fix fix 它的位置好一點 對 setting 我們呢 fix 而且 這個呢 我們要關掉它 position absolute position on screen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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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ft 4 這樣就一樣了 -3 卡住它 按回那兩個圖像 當它是圖像來的嘛 我們當它是 Big Map 這樣就搞定了 可以退一退地 白色的Background 我們退走它 這個白色的Background 你想退掉它 你可以用 Windows 也有自己的工具 我現在用的MacOS 可以用Finder 做 Preview 做得了 然後把外框放出來 Crop 了它 好 搞定 這是 X 另一個負三 都這樣做了 退走Background 接著呢 試拿回那個框 Crop 了它 好 搞定了 那我們有兩張相片了 X-3 這樣就可以插入Georgeba 好 接著呢 找回 插相那裏 找到了 Media Image 這裡可以直接插入一張相 Browse Next 這個比較大的 讓我們把它重新 就是 比較小一點 譬如是尖 就可以插入幾個 兩格都夠了 兩格 兩個正方形 現在是 X 現在是洞 得很棒的 這些點子 基本上不用插出來 這些Label和Object 我們都不需要再Show 關掉它 -3 基本上是一樣的做法 -3是負數 所以放在Condomaline的下面 或放在這條線的下面 同樣是不用ShowObject和Label 好 現在我們要想的就是 當Factor是0 但當Factor是1 就要Show1 X-3 所以很明顯 Jorge有一個 ShowObject的條件 Advice Condition to ShowObject Let's say Factor Rabel和Object Factor1 這樣 X就能夠Show 我們試試 Factor是0 就不Show Factor1變1 X就能夠Show 其實所謂的 X-3 就是視乎Factor的Value 是多少 我們設定一個正確的Condition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條件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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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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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X-2 X-2 X-3 X-2 X-3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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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X-1 X-2 不夠的 你要Factor等於1 或者等於2 都要展示出來 那是怎樣寫呢 這個Expension呢 這個呢 你這樣答or呢 它就會說你錯的 就是Georgia 因為它的格式比較古怪的 又不知道是屬於哪隻Language 又有時候好像數學 有時候好像某隻Programming Language 它是一個Mixed Type來的 可以問一下 現在有好處的就是 POEF AI 有一個幫忙 特別處理這些 syntax 問題 就是比較簡單 我們就打一條問題 我用這個 叫GPT4 講明Context Georgia 它真的懂得Georgia 例如我問他 How to represent the condition Factor等於1 其實這個等於有個問號在這裏 今天講明呢 Condition to show object box How to represent the condition Factor等於1 或者Factor等於2 看看呢 GPT4怎樣回應這個問題 用了兩個stroke 2個動 還要整個這樣寫 等於等於1 其實有點像Python 或者其他Programming Language的寫法 等於等於 就是兩個等於 所以呢 我們可以回到這裏 原來是這個寫法的 那如果不知道呢 就把頭髮弄完 等於等於 那這個呢 那這個兩個動 那這兩個動 就是Delete鍵右下 下面 這樣 按Enter 沒錯啦 這個條件呢 再參加去 -3的盒 都是這樣做的 -3的盒 就是這個box 都要設定 Factor等於1 或者Factor等於2 這樣呢 對啦 當Factor由1變2 你會看到它下來 對啦 其實都是這樣做的 好 我們再試一下 Factor等於3 那其實這個idea一樣 你可以猜到的了 好 我們要插上x 第三隻x 跟著插第三隻-3 好 那當Factor等於3 那這兩個x和-3都要出啦 那很明顯 這次的條件就會是 再加多些東西啦 比如說 第三個x 設Factor等於3 那但是1 2又不見了 因為呢 其實就累積的 1、2都要加上 Factor等於3 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 所以呢 這個就要 我們逐個要整理 Factor等於1 這個就是 allFactor 你看到George說 這裡都改了 喔 他用這個符號 所以呢 它的設計也有些古怪的 就是 不是那麽user-friendly的 這裡 那這裡的符號 我們打不到 所以呢 這裡可以Cup and Paste allFactor等於3 那其實呢 一路永遠 我們反正有5個Factor 所以其實 第一隻呢 就要 全都要 全都要 allFactor等於4 allFactor等於4 allFactor等於5 逐個逐個改了 對 第一隻x 就是 當Factor1、2、3、4、5 它都要展示出來 它是累積的 時間關係 方便抄 時間關係呢 我們方便 抄 第二隻x 就是Factor2至5 全部抄 第三隻 其實不是只有3 其實不是只有3 是3 是3 我們順便填第4隻x 那麼第4隻x 那個condition to show object 第4隻x 就是Factor等於4 或者Factor等於5 它只需要兩個 對 然後 第5個 第5個 第5個呢 只需要Factor等於5 就收出來 好 基本上搞定了 我們順便fix 那個object 讓它沒有動 固定 固定 好 基本上 上面的5個x 就完成了 對 很順利 好 然後到-3 第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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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先把所有負心放進去 整批做 好 搞定 總共有5個-3 第5個-3 那應該呢 它的condition to show 跟第1隻x1一樣 所以我們也 省工夫 照抄就行了 Factor1至5 然後全部餓了 那這個-3 第一隻呢 都是一樣 Cup and paste 第二個-3 就抄 第二個-x 按Enter 第三個-3 就抄 第三個-x 第4個-3 就抄 第4個-x 第五個-3就抄第五個x 好 完成了 這樣呢 對啦 一起出 好了 弄了這個x-3 整個factor1-5 正數變 接著我們到負數變了 如果factor-1 就會做負x加3 我們一樣了 找回Keynote 好 我們先做這些blocks 同樣呢 再cap圖 這個是-x加3 -x我們退走的background crop出去 好 save出去 加3 crop出去 好 完成了 -x的圖像 加3的圖像 我們是ready 插進去 George 八個都做 好 留意這次factor會變成-1-2-3-4 放在這裏 把factor插進去 分別對位 好 插進去 -x 剛才的動作我們就要做了 好 完成了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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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條件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那個1 正1至正5的那些數 是將它生分為-1至5就ok了 所以我要將第一個x的condition to show的條件 抄到第一個-x那裡 condition to show 但是這個不是正1了 -1-2-3-4 同樣地正3的是 factor 時罷了1-2-4-5會呈肯定 其實其他那些並且一樣 我用這個-1 第二個.-x 抄第一個負x 不過就少了負1的factor factor是負1 不用要的了 而第二個負x的條件呢 我們就要copy進去正三條件 因為它兩個定一批一樣 接著做第三個負x 就由負3到負5 這個條件 第三個正三 都是一樣 第四個負x 只要4和5 同樣第四個正三 只要factor4和5 最後一個負x 只要第五個 factor等於負5 這個呢 也可以在整三個 condition to show 好 然後我們都解決了 看一看 5 4 3 2 1 然後呢 負x加3 那你拉一拉的時候呢 基本上這裏都齊齊了 那factor0 什麼都不展示 好 還有效果 好 接著呢 我們再看一看 對啦 再檢查一下這條件 其實我先搜尋出來 這裡 如果你選擇 對啦 每一個 box 譬如x 什麼 第一個 第二個 右上的condition to show 其實是 不斷很多or的條件 你先把它放在一起 每一個box 就是個or的情況 都不同的意思 就是condition to show 那-3的情況呢 都是一樣的 你看看看 那這個負數呢 都是一樣的 負x 只不過這個是 factor等於負1 或者factor等於負2 或者只有factor等於負3 如出來推 直到factor等於負5為止 其他負x都是類似的 正3都一樣 那這裡就利用了condition to show 去根據factor value 去show某些expression的value 出來 好了 我們最後做了那個expression x-3 好了 我們最後看了那個expression 就是 例如x-3 乘以詞變成一個factor 這個順利簡單 因為呢 就是需要一個textbox就可以了 我們找一個textbox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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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x-3來的 但是呢 我們為了顯示顏色幾件 可能分開兩塊 x 就是一塊 對了 把字體放大一點 大小任你set 這裡呢 我們有7 藍色 color 現在是藍色 另外一個textbox就是-3 這個可以duplicate 這個可以了 這個可以了 這個紅色 這個基本不會變的了 這個factor 對啦 不會變的 所以我可以fix它 fix-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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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另外還有第三個textbox 應該先复制了 好 這個textbox有些不同了 第三就是那個factor 本身的value 那這個呢 我們就不能夠打個factor 來的 不行的這個 對啦 不可以這樣做的 按按advanced 這裏有得選擇的 選擇的 選擇的 這個projectfile裡面 裡面有什麼object 有什麼component 有什麼元素 你會用得到的 它有preview 這些 這個已經找到的了 這個jorgebar 裡面有這麼多東西在這裡 我們用了一個factor 的variable 對啦 這個就不能打下去了 要在這裡選擇 還有你的variable 的value OK 比較細一點 我們看大它 對啦 對啦 放分大 對啦 放分大 應該是verylarge 才行 OK 那這個factor是2 所以2乘X-3 你看到我一直移動 就是它一起移動 副數吞位 所以要移動多一點點 但是我想做的效果就是 如果這個factor 是正數的時候 出負數的時候 除了紅色就更加好的 因為我下面一直用 如果是負數 我們用紅色表示 如果是正數 用藍色表示 這個怎樣做scripting呢 我們選這個factor的textbox 我們選擇scripting 這裡有幾個boxer 我們還會用onupdate 但怎樣寫呢 真是不懂的 是不是 要問人的 以往都比較難分一些資料 但現在幸好有個chatGPT幫忙 可以直接把你的問題問AI 它真的懂得回答的 可以回答PoE App 你只需要把你的問題describe給chatGPT聽 這樣就搞定了 現在我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們是想把這個factor的value 改變這個textbox的文字顏色 還有什麼呢 譬如factor是正數 藍色 負數呢 就出同色 你只要那個descripting呢 那個AI就會給到很正確的coding呢 或者script 給你解決你的問題 好 我們來試試看 當然要講一個context啦 InGeorgia 那就講完你的需要啦 我現在準備用一個slider的value呢 控制一個textbox裡面的文字顏色 那麼你只要講得清楚這件事 那麼他就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如果slidervalue是positive呢 就出藍色啦 那麼就叫他給那些Georgia的script給我呢 他完成這個工作 那麼就是這樣啦 你只要他把你的問題describe得夠詳細 那麼就 擔保你有一個美好的答案 他真的給了意見啦 有一個setColorCommand 可以設定顏色的 這個Georgia的script 那麼就是進入這堆東西啦 那怎麼辦啊 if a 大家都要0 當然啦 可能也有機會有錯的 待會我們再打下去 check 才知道的 起碼也有一個 command 的名字啦 有一個if的command if a 大家都要0 這裡可以啦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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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過來 那這裡我講的應該用onupdate那個的 對啦 按update的section 那這個呢 就不是a啦 我現在變回了一行啦 因為呢 這個呢 我們這次呢 用那個叫factor來的 對啦 我那個sliderweight就叫factor setColorText1 那麼我看看textbox了 是不是叫text1呢 這個黑色的-1 赬出去一下-1 check 下-一个 我們講一下 這裡setColor應該是text2 因為原本這個text1用了來做另一個東西 basic text2 基本上應該是ok的 如果沒有error 試試看 藍色 不過藍色跟這個藍色差一點 我們先用這個 基本上這些code是work的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ChatGVT可以幫我們找一些code出來 不過要改一點 就是customize自己用的場景 這個藍色差一點點顏色 我們要追求完美 再收拾一下 slipping 這兩個transpersonality 我們不用理會了 後面一個就是rgp 0099ff 這個色99就會做回 剛才那個藍色效果 再試一下 這個藍色適合這隻藍色的 我怎麼知道呢 其實用回 這個textColor 這裡的 用回這隻藍色就是0099ff 那麽就MANF 那麽就充滿下去 跟那一樣的scripting 那麽就充滿下去 那麽基本上這個已經搞一個 了 我先下車的 save online 是嗎 那麽基本上 那麽基本上 欸這個紅色了 為什麽紅色了呢 x-3 text 對 X-3 x-3應該是藍色的 對 ok 完成 好 好 撿回了 基本上這裏就是 負5去到正5乘X-3就是這樣的情況 當然這裏其實0沒什麼意思 Factor是0 其實這裏應該是沒有東西出的 看你喜不喜歡 如果喜歡取消它 其實這裏可以再做一些東西的 就是你那個setting這裏 這個 at this moment factor 等於0 那那個condition to show 就是factor 不等於0才show 不等於0就用 在初詞號裏面要打 錦答號等於0 就是not等於0 這個也是一樣 factor not equal to 0才show x-3也是 factor not equal to 0才show 那當factor是0 它就不會show 那就乾淨一些 ok 好了 那這條影片我們講到這裏了 為了下條影片再記得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ok 再見